民眾高舉象徵沾染鮮血的雙手邊喊口號 伊朗女權示威即將滿月 週六再發動最新一波全國大規模示威 憤怒群眾邊跑邊拿地上石頭 往前方安全部隊人員雜趣 甚至有學生直接撕掉課本上伊朗最高領袖 哈米尼的圖片 用手撕毀不夠還放火燒掉怒嗆獨裁者之死 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浪潮持續一個月 非但不平息 現在網路還流傳這段畫面 儘管德黑蘭警方指出已針對相關事件展開調查 但能否讓真相水落實出還得打上大問號 警方粗暴逮捕示威者的方式 再度激起公憤 恐讓局勢進一步惡化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